大家好 我是飞小鱼 今天请的这个是原来这么大的异常赛事 就是这个十几万人的这个台北马拉松 原来他幕后最大最大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以为说是陆邪承办的 那我们不得不讲说 也许可能陆邪这几年有一些些做法上面 可能会让资深的跑者 然后会有一些些批评的声音出现 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 我才知道说原来Peter 他用的是这么高规格 然后他还是一样非常非常的细心 然后面面俱到 那我在想说Peter可以克服万难 居然刚刚我才知道说 他是到交通大队 还是台北市那边去谈 然后才知道说 好不容易去争取到七点开跑 那让大家可以享受这个 那Peter你可以告诉我们说 这中间你还克服了什么困难 然后中间有哪些可能是 面临接下来的挑战 一开始的困难都讲过了 刚开始大家都不看好这个赛事 也没把它当回事 那但是你第一年办得很好 那两位市长 就是马市长跟郝市长 就觉得 办得这么好 那他们就给予的资源 就相对的也好很多 那交通大队的同仁的辛苦呢 也慢慢了解到说 这个辛苦呢 随着这个马拉松的走红 也比较不像以前那么苦了 也就是说一个赛事的成功 它是靠所有人 都用一个比较积极的热情来参与 那用比较宽容的态度 来看一些事情 那你说我们在办这几年办 你看我们有没有进步 其实每一年都在进步 每一年都在进步 比如说成绩也好 像今年我就觉得奖金 这么多 两百万的奖金 马拉松是两百万的奖金 已经是世界排名前几年了 讲到这个奖金 其实你们 我们刚一直忘了讲 就是说除了你们 做了几个大创举 那个Fund Run 然后这些 然后还儿童马拉松 其实你们也结合了公益 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很多人大概忘掉 我们不管是安基或者富邦 在这件事情上 在公益上是一致的 只要你每个人 你跑一公里 他就捐一块钱 那各位想我跑一个马拉松 42块钱有什么了不起 对不起 如果是三万人跑 你想想看那个钱是多少钱 那个力量就很大 这几年已经 整个金额已经快2000万了 付出去 那我要讲的倒不是说 钱 这个钱 我觉得 当然数目只很大 最重要的是说 在这背后 有太多人 默默的在努力了 那我们能不能拜一个 真的像纽约的马拉松那样 那当然是我们的挑战 你想想看 纽约马拉松动员的人数 尤其是在2001年以后 911那个事变之后 纽约马拉松 那个安全防护 你想要做到滴水不漏 那个是不得了 所以我有一次就问他们说 你们这次动员的远警 就是志工有多少 他说正式的远警 大概在两万五千人左右 我说几乎是一个选手 配一个警察了 然后加上志工 大概三万个 也就是说他要确保这个赛事 这四万人跑出去 安全的跑回来 各位不要忘记 纽约马拉松的晚跑率 是超过93 94% 就是93 94%是晚跑的 那这个 他今年甚至有一个 非常轰动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 应该是纽约马拉松 还是芝加哥 我忘记 就是一个孕妇跑完 然后生小孩 是是是 每一年都有很多残障选手 其实很多残障选手 那我觉得这个 不管怎么样 对大家去查一个马拉松 总是非常动人的 那我这边只在想说 针对台北马拉松 他今年已经进步到说 你不用再跑到市民高架 道路上去了 你至少是全平面了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路线的规划 是Peter 你这边也有很深的参与吗 没有到那么深 但是我们 你要知道 我要面对的 我们毕竟是 我们去资助 路协跟市政府 那市政府是授权给路协了 那路协在这里扮演的角色 就是说 你想看他从原来一个 平常办比赛 只有三五千人的比赛 要进到十万人 那这几年路协 坦白讲在这个方面 他是也是 需要快速进步的 我们都对 大家都对路协 就是有很高的期望 希望他可以更好这样子 是 那也就是说 因为眼界已经开了 每个人都希望 那个标准往上提高了 那我觉得这几年 市政府是不用讲了 我就说两位市长 都尽心尽力支持 那旗下的单位 也都尽量配合 那交通队 交通大队来讲 这几年 他们也是已经接受了 就是7点开放这件事 而且我们真的讲 没有出什么事 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共识 大家把这个马拉松 那一天把它做好 已经没有问题了 那选手人数一直增加 我说今年的选手 人数已经到了 我们快要考虑 我们还需不需要 办Fung Round的第一步 也就是说 我们需不需要 再办这种三公里的 对 因为这个其实是让 很多很多的跑者 会觉得一开始 然后前面 尤其是你跑到那个 仁爱路 一直到总统府那一段 大家说根本是跑不开的 就是用走的嘛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你就像我们小孩子 走路嘛 从爬的到走的嘛 从走的到跑的嘛 跑的在跑快速跑嘛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值得大家一道来思考 那现在我已经不是 那个 我只是一个 我当年是因为是 安基安泰的时候的顾问嘛 所以我在这件事的主导上 比较要负比较多的责任 那现在大部分 就是交给路鞋了 那路鞋这几年的进步呢 我想也许有些人觉得他进步的不够快 那我觉得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 这个就是跟全民的共识有关了 如果大家都关心这件事 尤其媒体啊 这些 那我相信他的进步快一点 那今年已经有很多进步了 比如说奖金又提高了 选手在平面上跑 而且是电视全程转播 这个电视转播 我当年就一直想做 可是因为当年电视台的设备 完全不能支援 对今年也做了 也就是说 我们的进步是看得到 但是我们能不能说 真的像纽约马阿松 波士顿马阿松 伦敦马阿松那样 我们其实还是有进步的空间 那这些进步的空间就要 不是靠主办单位了 是要靠选手 要靠路鞋 要靠市政府 所有参与这个活动的人 大家都把自己的那个本位主义 先放在一边 全心全力来支援 那我觉得这个马阿松 没有道理 它不会变得更好 那我记得有一年 我坐飞机从香港回台北 那个时候海峡两岸 还没有三通的时候 我记得那国大海航工的 那个机师在介绍 快要降落 就landing的时候 他说台北市是一个很棒的城市 这里头有101 有成品书店 24小时不打烊 对 还有一个很棒很棒的马阿松 那时候我坐在飞机上 真是一下子就觉得 前几年那些 辛苦 那些付出的那些努力 在那一刹那都觉得都是值得的 那现在这个台北马阿松 像今年你看四万 我那天看报名人数是四万三千人 这四万三千人是指全马半马 还有九公里的竞赛组 对对对已经四万了 这个从当年我们开始的第一年 全部的人数来看 这已经涨了差不多四倍了 那也就是说国内关心健康的人 关心跑步的人越来越多 那这个赛事的这个未来 是璀璨的 那我相信也很多企业 也愿意 你看我现在看每一个马阿松 都是很多企业 什么维他路 对不对 大家都愿意了 很多企业 而且现在企业来报名的越来越多 那个我们最大的一个企业 报名跑步 对 这个也是你们那时候的idea 就是我们都尽量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 刚刚也许漏的就是 儿童马阿松 我当时就是这样想 这些老的我可能叫不动了 我叫小孩子来跑 一千个小孩子 每年一千个小孩子来跑 一千个小孩子来跑 那他们跑完 他们就记得他们跑过马阿松 也许这些有些人会参加 而且这些小孩子来跑 家长总要陪着来吧 我就想这一千个人 至少每个人有两个家长来陪 就三千个人来 所以这个马阿松 这个嘉年华 当时就想 这个顾到的第一个 我当年想要把人数 冲高的短期目标 第二个就是说 我也把跑步的种子 早早地把它放下去 对对对 那这几年 你看我们还有一个学童的 接力赛 每一年 现在参加的学校 已经把它当回事了 前几年 去年还有一个很 很会跑赢马总统的那个 对去年有一个学校很妙 但是这个中间也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 就是台 花莲是不是 对对对对 还是那边有个台拳道 然后他们全部都是小学生 还有那个六岁就来跑完全马 哇那个事情 对对对 大家只要 大家当然关心这件事情就好了 那你就这样想 他他可以跑完了 那他至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那我们 我们不能阻止他 因为他的确是可以跑 其实某个角度上来讲 很多的学者 或者是说他们会去讨论说 这么早跑好不好 但是我有看他们那个 那个放在YouTube上面 我觉得他们做的非常周延的训练 我们我们很小心 因为你各位要知道 我们会让他跑 他要先说服我们 不然我们就不准他下去跑 那我们在这些事情上 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是非常的幸运 在从2004年一直到现在 2011年 我们当中其实荣获有一些 小的不愉快 有一些地方做的不够好 可是大致上来讲 这个比赛呢 他推动了全国的路跑的风气 以及企业愿意赞助跑步活动 对 这几方面来看呢 他是有他的意义和地位的 那我想问Peter就是说 当然也 我刚有跟您提到说 有一些就是笑马的人 就是大家会追求 这个马拉松的数目字 那在您的认定里面 其实你觉得 不一定要执着在42公里的马拉松 或者是21 你觉得就是你的目标就是让大家全民来运动的嘉年华 是这样吗 我们一开始当然是这样 因为刚刚开始人数是一个 一个企业他愿意赞助的目标 他的考虑点就是赞助的人数 是他一个很重要的衡量的指标 毕竟他要付这么多的钱 但是到今天这个程度来讲呢 成绩是每个选手的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也就是说 其实全马跟半马 全马受到最好的照顾 半马受到次好的照顾 是必然的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选手的成绩 其实我们的平均成绩 也是每年都在进步 然后平均跑的年龄 也是每一年轻壮的比例越来越高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现象 那大家去参加这个比赛 这个比赛越办越好的时候 那对成绩这件事情 就会做得更精准了 这就是说刚开始原始的时候呢 我们大概只在乎精英选手的成绩 其他人你只要有跑就好了 那现在大家都在重视成绩以后 我们就至少陆学就用了晶片嘛 不管那个晶片的水准 刚开始可能是并不理想 可是一年比一年来讲 就越来越好 我觉得大家就是 用一个宽容的心来看的话呢 就是说你自己决定要跑的那一天开始 其实你已经改变了你自己 你对你自己的想象已经完全不同了 你的人生的意义也多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你参加一个马拉松呢 你就带了一个快乐 包容的心来参加 然后你自我的挑战呢 带给你的才是最大的收获嘛 带给你不管在健康啦 在心情啦 在意志力啊 那我觉得你都会 你都会觉得 我这一生没有白过 也没有白活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Peter在那个每年 其实说句实在话 每年的台北马拉松的广告 应该也是大家很期待 因为几乎从那时候阿珠有空没空偏 然后后来又有跑步机 两个男生在跑 那个也很有趣 对对我要纠正你阿娇 你刚才纠正我的 对阿娇 我受你影响了 阿娇这个有空没空 那个是一个很经典 然后我看今年是 你今年的目的是说 想要把不爱跑步的人 然后把他揪出来 是这样 这个是大家很期待的一个 那个台北马拉松的广告 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年都就看 来跑步的人 哪些人最多 哪些人最少 哪些人是我们觉得说 他最应该跑 那我们今年发现就是那种 因为我们发现了 这个不爱跑步的人 他生病的比例实在太高了 而且他常常都是 他家里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常常都扮演了那个 赚钱的 最主要的经济收入的来源 那这几年我们可以发现 死亡率最高的就是55岁到 61岁 几乎是100多万人过世 那下面一个就是40岁到50岁之间 这个那我们广告上就希望那种不跑步的人 就是你每天忙着上班的那些为了工作 为了家计 那没有时间的 那我们希望他也来 那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在五六十岁以上的跑者 其实非常的多 而且而且他们跑得也很好 他们都自我训练 跑得非常好啊 对对对 也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就变成一个中间这个 就是我们希望这个三十几岁的人 尤其是三十几岁到五十几岁的这个上班族 能够把西装脱下来 换上短裤换上背心呢 对 来从方让啊 或者十公里九公里这样开始跑 那你如果定一个目标说 你人生一定要跑一趟马拉松的话呢 那我觉得从这个富邦台北马拉松来跑呢 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对 那我们今天时间很快就结束了 那我们要希望Peter Peter有告诉我说他还没有来跑 那我也希望我在这边给你一个小小的压力 你做了这么久 应该哪一天也来跑一场嘛 我们一起跑好了 好好好 你可以啊 这个也是我的目标 对对对 好 那我们跑步把人生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 谢谢Peter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